好,俊佳,我們來看這次的作業 好,你最複雜啦 目前要學三種東西 三種筆 第一個,這個 米符的,用尖 不要用狼,太陰 上次有講過 好,習慣上還是要再注意一下 這個翻筆,然後字不要變形 翻筆的動作,再注意 像這裡 它的細節提按 它的提頓很明顯,這裡反而太重了 有點變形 這已經寫過第二遍了 你不要越寫越快 像這個太重,輕重 這裡注意 過來之後不要馬上加壓 慢慢加壓 在這裡還重 不要寫,因為寫快了 很多東西就 沒有去注意 太快了 也不好 快 細節都能夠注意到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寧可 放滿一點 感覺你的細節太快了 像這個筆法 再滿一點 下次寫滿一點 很多東西不見了 很多東西不見了 細節 像這翻筆 中鋒 這不見了 這要注意 慢慢地挑起來 擺動 被你省略就是 就是 意思就是筆法變簡單了 該有的那種變化 加重 都省略掉 像這裡 翻筆都不見了 連續動作 頭太大 好,大概這樣 記住 如果沒辦法 就慢 不能一直快下去 好 然後 再寫的時候 一定要去 除了 記住 這些 細造型 筆法 以及去 去理解它的變化 一 慢 我就不能 前面我這 重複的東西 我都不要一直講了 然後 加重 納 純 推的感覺 膨脹的感覺 推 筆不要太寫 口 我現在寫的速度 大概就是我 正常 淋摸的 淋摸這一切的速度 你感受一下 聊 放鬆 但是該有的準確度 去 去 圓滑 這裡是兩筆喔 這裡才過來一筆 被你 寫 偏了 三 它的字不要用 藍好 那一字藍好 太硬 不適合 如果試過 不適合 因為它這 常常要調中鋒 G 是 要一個斜度 斜的有點 太正了 齁 取 好 蛇 有點太擠過來了 往右 靠 梳 這裡是靠緊一點 差不多齁 你看那撇 太用力 太寬了一點 太用力 而且快了 就很多東西被你忽略掉了 好 好 然後可以 繼續這樣 再 回頭 再多寫幾遍 我覺得還不能換寫齁 就是你 如果東西你再回頭 再寫 再寫 還不能換 因為很多習慣還不對 到 不是寫過 就可以換齁 要看齁 重點有沒有抓到 再來換 好 宜舟伯煙煮 好 這個我就換筆了齁 換成 我們這次 上次提到的齁 因為你沒有來開會齁 然後這裡偏小 就要加個筆套 我看這筆套行不行 不行 看一下 可以 然後 這筆套鬆的嘛 要把它綁緊 然後看字的大小 小就往前一點 大就往後一點 是有彈性的齁 這樣就可以 那一支筆就可以 很多種作用 如果這支是新筆畫 甚至可以當很小的小凱癌線 是可以的 我也試過了齁 來 所以來看一下 宜舟伯煙煮 你這個穩定度要再注意齁 腳太長了 下去 注意 不要這樣 壓下去 一個壓的動作 要這樣連續和緩一點 這邊 注意 連續和緩 現在都會形成一個突然的一個動作 人家是一個很優美的動作 會變成一個 太誇張的一個動作 就不好 薄 重一點點 這個 這個寫成直筒狀就好了 煙 造型怪怪的 怎麼會擠到正中央 然後左邊這個撇 寫得太瘦長了 重輕重輕 長筆畫都要這樣 分開一點 橫畫 重一點 重一點 好 右邊這一點 是因為寫鬆了 才要 感覺不需要 這個字 逐 這裡太弱了 重一點 重視 拿長 重一點 剛剛說有點弱 好 日暮可 重心 好 這上下的兩個空格間隔 不一致 這很重要 下面這被壓扁 上面大 下面太小了 下 撐不了 寫扁一點 重量感覺 要稍微出來 寫長一點 這也沒有那種 被壓扁的感覺 皮要皮好 寫大 寫重一點點 把它撐起來 然後 刻 歪歪的 然後 刻 歪歪的 這樣 醜 心要整個往右一些 下面 下面那個心製 不守了 心的不守 瞅 挑 整個往右靠 好 心 這一塊 太弱 太弱 好 然後腳也一樣太長了一些 短一點 重一點 剛剛說太弱 好 要勾當然可以 也 這一塊 鬆掉了 把左邊 下降 稍微大一點點 你看整個就很拉低了 最重輕 重一點 琴 是 好 看 好 可以 感谢观看